单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频道 请记得搜寻东风卫视 而且扫描我们下面的QR Code 同时按下订阅钮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了 还有还有我们有很多独家的好康网络影片 只在这个频道独家播放哦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 问一下李懿哦 你很年轻的时候开始买股票 你已经投资九年了 然后蛮幸运的 这九年来你都没有亏过钱 你股市多头可能十三年了 但还是有人会亏钱啊 不要讲没有亏过钱 就是亏钱的都没有卖掉 没卖掉就不算亏钱 你是这样算的 我是这样算的 因为其实我以前是习惯 就是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然后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到 数字只要增加 我心情就会愉悦的人 我只要看到一天 每天每个月数字在增加 我就会觉得好棒 我有钱这样 可是我后来发现说 应该要去钱滚钱 因为银行的那个什么利息 现在很低 所以其实我可能放一百万 在银行里面 我可能一年搞不好 连一万块都没有 不是搞不好 是就没有一万 对 就没有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我真的应该要把这些钱 拿出来就是钱滚钱 所以现在譬如说 那是我赚五万块 我会拿三万块去投资 你很积极耶 对 我就是等于会把三分之一的钱 就是全部都拿去投资这件事情 那一开始的话 因为我身边还蛮多 就是做在科技业工作 或是在财经界工作的朋友 然后每次跟他们出去聊天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年纪 就是已经不是二十几岁那种 就是聊那种小情小爱的故事 然后想说那男生好帅 我们就是开始 他们就开始很积极地聊说 最近有什么可以投资 拿最近的走势 最近就每次出去都听他们聊这些 我就觉得说天哪 他们人生好正面积极喔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开始就是 学习效仿他们 于是我就会从跟他们聊天里面 然后找一些蛛丝马鸡 然后就跟他们谈 就说什么 那最近有什么不错的 然后他们就会介绍 那我朋友都还蛮给力 然后因为我的个性是牡羊座 就是喜欢快很准 喜欢冲 所以我最喜欢那种你知道 我可以很快就看到 他的往上爬的股票 就是如果要等待的股票 我就会觉得我心好痒喔 到什么时候要起来 所以我会比较喜欢 科技股一点点 赚快的 赚快的 那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 每一年大概可以替自己赚进 二十万左右 就是当一个类似那个 对 大红包的概念 对 大红包的概念 因为我们没有年终嘛 艺人没有年终 然后就是给自己年终 自己赚 所以每年现在平均 都可以赚个二十万 应该差不多啦 也不错啊 来看一下 你股票代表做好啊 喜欢快很准的都买什么 喜欢快很准 但是也有一些比较传产的 譬如说像是三星 这个是我人生第二支股票 我第一支买的是红海 然后第二支买的是三星 韩国股票吗 不是 不是 就是螺丝厂 对 是那个螺丝大厂三星 然后因为那时候是我朋友 他就是有在关注就是传产 他们家自己是在做传产 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 那这支股票其实他是全世界 数一数二的大厂 就还不错 然后那时候是我 懵懵懂懂的情况下 在大概八七八年前的时候买的 然后因为那时候买了 你就不太会去 特别的关心他还是什么的 所以我就一路一路一路 放到现在 然后他就是后来我发现 现在应该赚不少吧 就还不错 对 因为他每年 所以我买了不卖 放着都赚 对 因为他每年就是 还蛮稳定的 就是配股配息的 然后他也是一个 后来我发现就是 我有给一些就是专家看 他就说这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存股 就是他可以放着 然后每个零股息那种的 然后我是觉得蛮开心的 对 然后鸿海的话是 他是我第一支股票 然后我这大概这几年之间 都有一直在进出他 然后最近一次进出 是因为他好像宣布 要加入电斗车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鸿海宣布加入电斗车 他子公司也蛮多 就是比如说有做车壳的 做什么的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蛮大的一个市场 因为电动车也是未来的 一个概念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支持他 然后还有帽龄 帽龄是我大概四十几块的时候 买的 那时候他好像是 导光版 然后苹果好像就是有一个 要那个键盘要整个换成 有导光版的 然后我就一直有在关心 帽龄这个股票 我知道他是放在 譬如说车子里面 就比如说像冰室或什么 他有一些发光的那些东西 那个也是就是帽龄有在做 然后他还回答得出来 有在研究 你确定是导光版吗 不是剪刀角吗 剪刀角里面 就是它的键盘 它改成剪刀角式的键盘 然后里面不是就是会放一些 导光的东西吗 是吧 我也没有研究 因为我买股票逻辑是 我不太会去看什么线型或什么的 可是我会去看一个大方向趋势的东西 譬如说我知道 未来比如说跟电动车有关的东西 然后会比较有行情 因为我觉得那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我就会朝这个方面就是去走 OK 对然后还有什么苹果概念股 类似这种的 然后像那个什么前证 像譬如说栗珊也是 因为现在就是懒人经济 然后它有跟那个Peleton合作 它是代工厂 然后它就是一个健身器材 然后有线上的那个 然后我就觉得说 刚好搭上疫情那一波 大家没有办法去健身房 因为群聚就只能在家运动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大概四十几块买的 然后就它一路就是飙到现在 我给你按一下站 我觉得它蛮不错 它每一档都可以解释 是它买的原因 对啊 因为代表你有认真 我有认真 所以你刚刚讲你不看线型 所以你不看技术分析 那你看财报吗 也不太看 不看财报有分析 那你看什么 我看新闻 看新闻 对 我很喜欢看新闻 就比如说像前阵子那个 那个长荣海运不是被挡住了吗 对 大排长荣 对 大排长荣嘛 然后所有都卡关了 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海运被挡住了 那是不是代表空运 要稍微起来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运送货物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大家一定会寻求空运的帮助 而且你很多货物卡在那边 就算它之后通行的话 你还是有很多空 那个货物 你还是要必须靠空运 所以那时候就买了华航 然后 华航也长了好一大一波 就是也蛮开心的啦 就是有涨这样子 所以我是看新闻时事 就是我每天会看 蛮多的新闻时事这样子 然后比如说像前阵子 也是买了嘉莲液 然后嘉莲液 因为那个手机从5G要从硬板变成软板 所以就是也是买了嘉莲液 因为嘉莲是做软板的 嘉莲跟台骏 我记得是做软板 那时候就是研究这个东西 然后就买了 然后就是目前就也还不错 其实他这种方法其实蛮不错 对于不看盘的人来讲 因为你只要抓住一个趋势 像我们之前讲嘛 就是说你看到有一个新的产品 导入了 比如说他现在电动车跟5G 都是未来的趋势 那你就在这里面找他的龙头股 那就是就是不错 那我有一个案子 就是说我最近碰到一个朋友 他那个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故事 我朋友他自己有研究股票 他研究股票 他研究到有一支叫药登 那时候在胃上售是十几块 然后他就买了两百张 然后他因为他是有做功课 他觉得这个很好 然后后来他买了 买来之后他有一天他去按摩 那你知道吗 我们按摩的时候 通常按摩小姐就会跟他问说 你最近怎么样 他就跟他讲 有一支药登不错 然后他就 后来按摩小姐可能就去 因为我朋友买两百张 按摩小姐可能买二十张 二十张大概三十万 结果后来这支股票 可能很短的时间就涨到二十几块 我朋友想说赚一倍了 他很开心 他就把它卖了 后来他也就没有管他 结果有一天他在去按摩的时候 其实几个月后吧 然后后来那个按摩小姐就问他说 你上次介绍我那支股票 那个小姐还说不出来 那是什么股票 他说你叫我那支股票 现在是怎么样了 结果她说 她说你还没卖吗 她说我没有卖 每天按摩 没空卖 按摩的半天根本没空注意 没空卖 结果那支股票最高涨到五百多块 所以按摩小姐 因为她不看盘 她不懂股票 然后她的股票就从三十万 变九百多万 这个小费也领得在超级多 对 所以她觉得 反而我朋友心里很不平衡 她觉得是她研究半天 结果她只赚个两百多万 结果按摩小姐赚了九百多万 所以现在适合这种沙沙的 买不要卖 一直放着 我觉得这还是摆案件 因为这个案件是比较特殊 OK 好